捷克也在上个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随着疫情稍微缓和 政府表示 同一放宽部分的封锁措施 包括体育活动还有商店营业 一度滞留在台湾回不了家 来台学中文的捷克留学生 经历一番波折 转机再转车 好不容易返乡 还得经历14天居家检疫 政府下令除非必要探访 其余聚会统统禁止 截至目前捷克当地已累计近4000例确诊 全民心惶惶连近郊区的街道也渺无人烟 捷克当局上个月15号宣布封城 但随着境内疫情稍微趋缓 4月9号起先放宽部分体育活动 民众可再度上街慢跑骑脚踏车 12号放宽商店经营 等于开放更多店家营业 另外14号开始 政府放宽通勤工作者出境限制 出境者需出示证明 重新入境时也需进行14天隔离观察 为了让更多人有防疫观念 还有捷克部落客特别拍影片宣传 点出当地口罩短缺 更呼吁民众减少近距离接触 在非常时期做好基本防护 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也因为疫情让宅经济发烧 广告回来我们要带你关注的是 最近因为居家隔离 还有检疫的民众变多了 所以宅配深陷的业绩大幅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